今天我准备拍一期调查视频 我相信大家都有在用交友软件 那在交友软件上有两类非常常见的类型 都很受欢迎 一类是体育生 另外一类是郑庄男 其实我一直都还蛮好奇 体育生和郑庄男哪一种在交友软件上会更受欢迎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将会拍摄两种不同的造型 放在两个我新建立的账号上 看一周时间这两个账号 哪一个在交友软件上面收到的赞和关注会更多 大致的得出哪种风格会在交友软件上更受欢迎 其实运动和正装平时都不是我的穿衣风格 所以今天对我来说就完全是一期cosplay的视频 我其实有很多花衬衫 但我觉得软件上比较常见的还是白衬衫 接下来是一个藏青色的格子西服裤 那就是这样 买的时候其实这个裤子没有那么紧 但是这两年胖了 最后我们穿上两年前 我在ZARA买的这个西服外套 像不像一个房屋中介 就是这个样子了 当然我们还要换上这个白色的袜子 和这个黑色的皮鞋 这个黑色皮鞋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爱正装 爱的其实就是皮鞋 好那换好了 我们就赶紧去拍摄吧 我这次就就近选到了我家的楼道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家的楼道 我没有什么正装拍摄的经验 你又不是某某网黄 你有什么正装拍摄的经验 但是我推特粉丝体验 我在推特上看到过很多人他们拍摄那种 比如说坐在楼梯上面 然后会拍到皮鞋 这个角度是我还行的 但是说实话这套布真的太齐了 我们开始我们西服拍摄 然后我发现好多这种正装的人 他们喜欢拍这种蹲着的姿势 但我这套布袋太紧了 开一张皮鞋的大特鞋 我们正装的造型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换体育生的造型 认真的来说我家其实没什么运动风格的衣服 这件衣服它比较贴身 所以看起来比较运动 裤子我们中这个非常常见的 有这种网格演的篮球裤 那这个体育生风格的衣服都换好了 其实就是一身黑色 鞋子呢我们就随便采取任何一双篮球鞋就可以了 我个人觉得篮球鞋是最性感的 那这套造型我们会去健身房拍摄 感觉我经常去健身房拍摄 哪一次都不是正经健身 好那我们出发吧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我的小小健身房 这顶光把我照得有点凸啊 为了帮体育生这个造型加分呢 我可能会放两张裸上身的健身照 拍摄过程就不给大家放出来了 体育生的话我觉得要点还是 我个人觉得还是蹲着的造型 我的腿比较粗 所以我每次自己拍照的时候 我就会下意识地多展示一下图 这个体育生造型的部分就拍摄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回家赶紧把这两套造型都放到交友软件上吧 我现在来到了公司准备把刚才拍的照片都放到交友软件上 第一组正装男的呢 是采取刚才的一张在楼梯间拍的穿西服的照片 和之前我拍的一些穿衬衫还有西服的照片 还放了一张纯式皮鞋的照片 第二组体育生的账号呢我用的是刚才在健身房拍的一张做的照片 为了增加吸引力我还放了一张之前的拍的裸相身的照片 那单纯这两组对照我怕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我还采取了第三组 普通组就放了一些我很日常的照片 我会在我三个同事的手机上分别下载小红小蓝小黄 这三款交友软件 那他们每天下班之后都上一下 一周的对比时间看看最后哪组收到的粉丝 还有点赞数最多 顺便说朋友提示了我一下 其实我正装那组照片不应该穿白袜子 他们说现在一般正装都是穿黑袜子 那大家可以弹幕拆一下 你们觉得正装和体育生哪一组在交友软件上会更受欢迎呢 正装打1体育生打0 我们就一起来期待结果吧 一周之后见 已经过去一周的时间了 那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一周时间 大家收获的赞和粉丝的结果了 顺便说其实我在注册这三个账号的时候 用的名字是生卡卡生生卡生 是的我就这么没有创意 那我现在先公布对照组的数据 就是普通照片的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呢 普通对照组的小红APP 收到了一条私信 26个赞和226人气 那普通对照组的小黄软件 是收到了10个私信和10个粉丝 小蓝软件是收到了7条私信 普通对照组是三组中数据最差的一组 这也是在我预料之内的 那接下来就要看正装和体育生哪一组更受欢迎了 正装组在这一周时间内 小红APP一共收获了334个粉丝 11条私信和25个赞 比刚才的普通组是多了大概100粉丝的 小黄软件上面呢 是收到了7个私信和11个粉丝 那正装组的小蓝软件是收到了8条私信的 那最后我公布的是这个体育生组的数据 那这一周时间内体育生组这个造型 在小红APP上是309个粉丝 但是呢 它有收到23条私信和64个赞 其实总体来说是比西服造型在小红软件上要更受欢迎的 那它的小黄软件其实收到了7个私信和13个粉丝 与正装组在小黄软件上不相上下 但是它在这个小蓝软件上 共收到了20条私信 是正装组的一倍多 所以说我们最后这个体育生组的数据 比起正装组的数据还是更高的 那今天的赢家其实就是体育生组 在这个测试开始之前 我其实就觉得体育生组会赢 而且在我统计结果的时候 发现一个好玩的现象 就是正装组造型的账号呢 它会收到一些也是穿着西服的 这些头像的人的私信 而体育生组造型的这个账号呢 会收到一些肌肉男的私信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找同类型的人 其实因为我本身身材不好 我相信如果我身材更好 露得更多的话 体育组的数据会比西装组更领先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目前在软件上 体育生造型的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类型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 谢谢大家陪我又完成了一个无聊的挑战 接下来是一点花絮 我请了这一周时间内帮我登录的同事 做了一下他们的使用感想 我有一种逼迫直男的快感 做回体育生组的我的同事 你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猜哪组会赢 体育生 为啥呢 因为我本身我也挺喜欢看这种 你合理吗 真的真的 我比较喜欢看那种就身材很好了 在使用这个软件的过程中 你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 有人就是发 也就是发身材 很好的一些 把照片给我 私信给我 所以你高兴吗 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些图 好那我待会看一下 这一周这样 见一下 百分之一 每天都 感觉